大家好,欢迎来到兰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现在我将为大家讲解最新研制的泵溪式甲醛检测仪 在我们面前摆了一个铝箱 这个铝箱是气体检测仪的外箱 好的,现在我们把它打开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本说明书 这本说明书涵盖了它的操作内容、参数设置 还有一些基本功能的介绍 这个是充电器 USB线 最后把仪器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仪器的这边是有一个接口的 用USB线把它连接到电脑上 这样我们在电脑上也可以看到读数 也就是说我们检测的数据 然后呢,这个是气体的采样装置 这一盏是警示灯 我们仪器会有一个设置的报警最低警示点 如果说我们检测的数值一旦超过了这个警示点 这个灯就会亮并且发出警报声 最上面的是开机键 中间是确认键 到最后是菜单键 那我们现在先长按5秒开机 对了 开机之后可以看到整个界面有一个Gas Detector 中文意思就是气体检测仪 下面有一个120秒的倒数读数 这是仪器的初始化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仪器会自动校准回到最精确的状态 以保证我们能够得到最精确的读数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去等 也可以直接按中间键进入到检测界面 只是这样的结果相对而言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因为没有经过初始化 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与室内环境有关的甲权检测标准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居室空气中甲权的卫生标准 当中有规定 居室空气中甲权的含量应低于0.08毫克每立方米 第二点是国家家具的标准 也就是公标5296到2004宗的第六部分 消费品使用说明规定 如果甲权释放量大于1.5毫克每升的规定标准 那有关厂家将会处以销售额0.5到3倍的处罚 甚至还有可能涉嫌欺诈 另外,我们知道很多家具地板都是有味道的 即使是使用了环保材料 是因为使用了期中含有甲权 长按3秒菜单键进入到设置的界面 左键右键切换到正确的选项 Day and Time是时间跟日期的设置 确认键进入 假设我们现在是5月5号 还是按菜单键切换 左键右键加减 Cancer是取消 我们需要左键右键切换到OK 然后再来保存 下一项Alarm Level 是报警点的设置 常规来说 我们国家标准以0.1毫克每立方米为低报警点 低报警点的数值要小于高报警点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0.11 一样左键或右键切换成OK 再来保存 最后长按3秒菜单键返回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刚刚完成装修的室内 大概是20平米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 假钳的毒素是处于一个超标的状态 仪器由于是实时检测 所以说由一些家具 家具还有其他的因素 毒素并不能够一直维持在非常稳定的水平 现在让我们开启空气净化器看一下 数据已经是0.01毫克每立方米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 那证明这款空气净化器 对假钳有很好的净化效果 好 在有一些地方它已经是0了 因为是实时检测的 由于办公室的家具比较多 所以不能够保持数据完全是一样的 好的 感谢大家观看 由兰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 泵溪式甲醛检测仪操作视频 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观看